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偉宏 最近我的影片好像都做得不小心有點沉 所以我今天決定要稍微精簡一下我的影片內容 那為什麼要精簡影片內容呢 因為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影片如果超過22分鐘以上 就沒什麼人看了 可是我這個人個性又是那種 我在敘述一件事情喔 又很熱熱等那一種 所以我就會想要把事情講得很細 然後想要講得很清楚 結果往往就不小心搞到二三十分鐘那麼長 那一個不小心搞那麼長的後果呢 就是搞得我自己做影片也有點累啦 坦白說 因為上字幕要打很多字這樣 因為我都手動上字幕 那這禮拜呢 其實這禮拜我要介紹的是 就是那一間 我也是我們小港亞馬哈附近的一間牛肉麵店 非常好吃 他說他是眷村美食 然後他的牛肉很大塊 湯也很多 我只是加十塊錢的麵而已 就已經飽到我吃不完 我說過我介紹牛肉麵的標準就是 第一個一定要能夠讓我吃飽 就是秀個大碗 第二個呢 一定要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好吃 第三個一定要便宜 是因為太貴了我吃不起 那上個禮拜我不是說過我的鼻子長痘痘嗎 這禮拜還沒有完全好啊 所以害我的鼻子還是有點痛痛的 不過沒關係 這並不影響我今天做影片的心情 好那我今天不囉嗦 我就先放上Google地圖之後 我就進度影片 那我一樣會在資訊欄 繼續放下Pinky老師的那間雞排店 就是我上上一部影片 那一間180度C 未來式的雞排店的粉絲專頁連結跟IG連結 還有我們小港亞馬哈劇情樂器的粉絲專頁連結 跟那個蝦皮商場的連結 那希望大家多捧場 當然有我自己的粉絲專頁華晨輝的連結 跟我自己個人的IG的連結 那因為那個說明欄最多就5000個字而已嘛 所以能夠敘述的也不多 當然我相信說明欄也沒什麼人在看 所以我就大概就先這樣 那我這個禮拜其實還是沒有換選 因為太忙了 所以我就說過我這套選 大概大概要到12月才換得上去吧 你看搖一搖還是有聲音的狀態 然後對啦 真的 我多久之前買的 他這也沒講說他哪時候進入 反正我就 我是7月的時候買的 7月初就買了 現在已經你看11月了 11月初 我到現在還沒換上去 那 我在影片開頭 偶爾放上就是我在影片教室不小心拍到 不然就是在拍鋼琴的攝影 學生在拍鋼琴的攝影 我覺得這個片段能夠放進來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在開頭也會放上這一段小小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在拍鋼琴的攝影 在拍鋼琴的攝影 快到秋天了 今天天空好了 我很少看到天空是這樣紅紫色的 我現在要去吃飯 這種天色的天空你有看過嗎 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 要罵他這邊 我現在剛出來了 我現在要去吃飯 等一下要吃 如果是好吃的牛肉麵 就開成影片分享給大家 我今天 我今天來吃這間爐香園 然後他一碗牛肉麵是120塊 夾麵10塊錢 但是老闆娘因為沒有錢找我 他就問我有沒有130 我去隔壁買了一張彩券 我希望今天這張彩券會中頭獎 然後我買完彩券之後 我告訴他說 可不可以到我 五個十塊的 這樣我就有錢可以付了 那菜還沒上 這一間感覺很好吃 他還有 他叫爐香園 他還有那個藥膳 拍裡面 他的菜單也是很簡單粗暴 那我們先來研究一下他菜單 菜單就寫在我後面 當然他也有一疊讓你壞 可是 因為我撕不起來 我懶得撕了 所以 所以就不要浪費人家菜單 我的這個痘痘還沒好 這個禮拜 害我這個禮拜鼻子痛死 我們研究一下他的菜單 OK 這是我的水壺 我刻意選套這邊邊冰箱的位置 現在這邊六年五點旅區 他這邊會看電視新聞 他的家目標 其實都還蠻便宜的 然後他也有賣牛肉的料理包 他有 我點的是這個原汁牛肉麵 加120加麵再加10塊 然後 我一直很想吃那個藥膳排骨麵 下次再吃吧 他桌子很乾淨 大家看 真的超半徑 像牛肉 一點油都沒有 真的一點油都沒有 很 衛生喔 我說過 吃一間店 他的衛生是 衛生環境是我最注重的 如果一間店創意放進去 我就吃不下來 OK 上看 謝謝喔 他上菜了 這個牛肉味道 忍起來是超級香 超級香的 你看這個牛肉又很大塊 還超多塊 我剛剛外面看到他滷牛肉 然後他的麵條是可以熟的 可以選拉麵 翻麵 西麵 我選那個西麵 因為我說過西麵比較會吸附泡汁 我比較喜歡西麵 然後說 哇 再攪拌的時候 他那牛肉香氣就不逼而來 真的是讓你 直接口水就滴下來 那不過說 我們來試試看 我說過在吃一碗牛肉麵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幹嘛 我要先喝他的湯 然後他這間店很貼心 我直接走去外面他料理去 然後他說 讓我沖一下手 讓我沖一下這個湯匙 他都OK 他不會說你進去裡面 我們廁所沖 沒有 他就讓我直接走東西沖 非常的方便 非常貼心的湯匙 很喜歡肉 這是他原汁牛肉麵 嗯 不過他是走比較清淡 是不是 偏清淡的 有一點番茄的味道 你知道他在炒這個料的時候 有沒有加番茄去米炒 總之很香 他這個一定是蔬菜去控出來的 蔬菜跟牛肉去控出來的味道 我可以吃得出他 沒有一點點番茄的 番茄的味道 超香的 超級無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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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來吃麵 不過 就是 對我而言 我很少能夠放在 257 10加點 然後把 手機直接放在桌子上 這樣拍的 這間店就是 好不容易 直接放在桌上 因為很乾淨 我還是說 我真的要喬個家的位置 我真的要喬個家的位置 下次應該要再喬個家來看 對 好 喬個位置 這樣 不要看得清楚 今天沒有叫小菜 今天沒有叫小菜 因為這間 我懶得叫 可是 我懶得叫 最近影片都做得太長 所以我要檢討一下 但是我吃麵就這個時間 它的麵條是 屬於那種 沒有去問那種什麼麵食館 就是那種 賣餡餅那種麵食館 吃起來有點 那種麵條 麵粉餡的腦框 麵團餡 先切的那種感覺 很好吃 有點類似 頂太風的那種牛肉麵的口感 它的味道也很像 有點走那個方向 當然不是 完全跟頂太風的 牛肉麵味道一樣 但是它是走這個方向 很好吃喔 真的很棒 我通過我在吃牛肉麵喔 第一個禮料讓我覺得好吃 那再來就是要跑速度 因為太貴 因為我吃不起太貴的 這個方向 這些都很重要 這些都很重要 麵那麼大 才加十塊的麵而已 吃不完 超級無敵好吃 不過說台灣的牛肉麵 好吃的很多吧 這個鐵帶小黃給阿嬤 它不近 就是它對面上是 我拍的那個Seven的那個巷子 走進來了 它就叫做鱸香苑 吃一塊牛肉麵 它這裡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牛肉的筋 它滷的也很棒 Q彈Q彈的感覺 你看這樣甩 還會有那個 肉在抖動的感覺 它的牛肉也是走那種 入口筆劃的風格 但是沒有到那麼軟 軟軟嫩嫩的 很好吃 但是沒有軟到像王冠的那種 軟到直接進去就能化 還是讓你可以嚼一些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 很棒 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的 看得出來 吃得出來 看你牛肉說 非常用心 非常的用心 重點是OK 重點是OK 果真應該帶腳架來 不要看 你看它的麵條去吸附它的湯汁 是吸得很透臭的 用來 叫米 Entit 餅 火牛肉 不要吃 麵 撥到這種程度 你覺得 撥到這種程度 是有點後悔加麵,因為好像太多了 湯頭不錯,湯頭很棒 雖然它的走比較清淡路線 比較清淡一點 淡清淡,但是很夠味 很後味 我會很喜歡吃的那一種 隨便一夾那麼多 超多的 它的麵條其實是很分明 我覺得它在煮麵的時候不會丟下去 就是它隨便和一和夾一夾 把它弄得也是很細緻的 它在煮燙的麵也是很細緻的 我覺得這很難的 但我們都以為麵條它弄它去燙熟 然後丟到麵裡面,因為它斜不燙 就可以了 你會煮的時候,你也是要用心去 去打散它 它每個角落 都要去弄到 然後要徹底去吸附 去進濕啊,然後煮熟 就有些麵條就是不會這樣 然後吃起來會有點那種深深的味道 那它這個可以吃到 感覺是很香 就是 感覺是它新鮮鮮做的那種 麵團先做的那種感覺 不像是一般人家叫好的那種 一大包一大包的麵條 不是 不管它麵條怎麼處理 我懂了,我就覺得它這個 光頭麵條就是很細心 最終的湯是 要吃得到 你家店沒吃飽 沒辦法吃飽 誰會跟我講 再加一塊,你會不會打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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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塊 超大塊 有沒有 怎麼會筋那麼多 很好吃 它的溪溫度真的剛剛好 剛剛好 是 這個麵團也太多了 我吃到現在還吃不到辦法 我就一直覺得有點飽 真的是 吃出飽的 然後又吃 吃得很好吃的 一般而言齁,就我的經驗來講 做精緻的料理 它通常不會給太多 然後做讓你吃醜吧的 通常不會太精緻 這間店就是把兩手做 可以很精緻又可以很醜吧 很厲害 因為它湯真的很好吃 不會讓你覺得喝下去 會 好像 越喝越膩那種感覺 不會 很適合這種秋天的時候 都用來暖胃 很厲害 很厲害,很好吃 很好吃 很厲害 我要來專心的去 冰湯 看一下我的麵 我的碗 我現在才吃這樣喔 還不到半碗 我已經 有點 有點 好像吃不下 然後裡面還有牛肉 我就這樣夾起來給阿看 這個牛肉 夾這個麵 看起來很鮮嫩 這麼吃吧 很好吃的感覺 對不對 吃一看 有的很漂亮吧 很好吃喔 超級好吃的 OK我吃飽了 看一下這是我的空碗 這是我的水果 我剛剛用這個麵紙墊 然後 它的桌子真的很乾淨 這超乾淨 就是我剛剛噴出來 好 這超乾淨的 你看 超 超級乾淨一點 一點油都沒有 完全不像 你在餐廳的那一種桌子 是我的碗 你說過 我不會浪費洗 這我的碗 它這個環境真的很乾淨 乾淨到就是 我要這樣講 乾淨到我 趴在這個桌子上 我都 這個桌子 我趴在上面我都敢睡覺 真的 很誇張吧 你很少看到一間店 維持到那麼乾淨 對不對 所以 它會讓你用餐非常舒服 非常推薦 它的麵很大碗 這邊有超多 牛肉有超大塊 有超多的 你不來這邊吃 別偶爾 我說真的 這裡是它的招牌 滷香圓 它的招牌 然後它的位置在 這一條路是平日街吧 然後 後面那一條 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漢明 漢明路 漢明路 然後前面就是康莊路 7-11 前面 那邊有一個7-11 我身後 有一個7-11 然後 那條就是康莊路 旁邊有一間台灣彩券 我剛剛就去這邊 買彩券換錢的 它對面有一個 樂麗雞排飯 也很好吃 就是以前的鄧元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 要換名字 它的店 小港這邊的三間店 都換名字了 然後 它 我以前 我吃素的話 我都會去後面 彩券行對面那間 吃會素食吃 所以這邊好吃的東西 真的非常多 然後這個位置 它好像是 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 什麼路啊 什麼利路 我看一下 它是 樂利路 樂利路的18號 這個招牌 樂利路18號 這是魯香園 這是它的招牌 所以這裡是樂利路18號的魯香園 很好吃喔 真的非常好吃 又便宜又大碗 推薦給大家喔 好了 那我現在已經復活了 我要去上晚上的課了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 上課 剪輯影片再說吧 好吃的 我說過好吃的 我才會推薦給大家 它的客人也蠻多的 然後 因為現在還沒晚餐時間 就已經排成這樣 通常 我晚餐時間來 它裡面都是客滿 好 就先這樣 所以它的 它的路牌 它的路牌是樂利路18號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都是 這一牌房子都是18號 不想到 謝謝喔 最後呢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下個禮拜 也就是 11月12號 的那一個禮拜 我有點事情 所以我的 就是頻道 影片會停更一個禮拜 雖然說會停更一個禮拜 但是我盡量會 就是我盡量 如果能夠提早上影片 我就提早上影片 可是如果真的 找不出時間 抽不出空 我也沒辦法 就只好休息一個禮拜 那 或者是 晚一天放 也不一定 可是 很大的機率 是我會休息一個禮拜 因為 我下個禮拜天 真的有點事情 因為下個禮拜天 真的太忙了 我沒辦法 再這樣子 熬夜做影片 好啦 那今天時間也晚了 我說過我要精簡 我的影片的內容 那 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大家晚安 掰掰囉 我是謝偉紅 大家晚安 掰掰囉 螢幕在這邊 掰掰 有些人 我看見 有些人 在櫻子裡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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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